26条是整个比利时信条里面最长的一条 或许你会感到惊讶 为什么比利时信条在描写 比如说在三维一体的教义上 也花了很长的篇幅 但是没有这个篇幅这么长 包括称义重要的教义 成圣的教义 基本上跟它旗鼓相当的 大概是圣参第三十几条 忘了 论到圣参的时候也很长 那你读这一条的时候 你听起来感觉像是一篇讲道一样 不太像是信条 好像经过深思熟虑 一字一句的把它写下 这也是比利时信条 也就是三联合信条的一个特点 特别是比利时信条 就是有历史学家认为 比利时信条原来就是得不利的一篇讲道 或者是多篇讲道 最后把它截取出来的 所以它跟后来的西门信条 包括其他教会的当同一时期的 比如说法国信条 或者是日内瓦信条 有着一个形式上的区别 比利时信条的形式是讲道式的 Sharmonic 是一种讲道式的 像是步道一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更多的是触动你的 触动你的灵魂 告诉你 这个不仅仅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 而是我们的信仰会指导我们如何生活 而作为基督徒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也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忘记的 就是基督徒的信仰 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辨 的确我们的理性需要被更新 我们需要在教育上扎根 但是正确的教育需要指导我们的正确的实践和生活 而基督徒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26条所谈到的 就是祷告 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误解祷告 对吧 把祷告 把祷告有的时候把它神秘化 感觉好像祷告是一种 修炼 跟打坐一样 对吧 就是你祷告的时间多久 然后加起来你的功力修炼到第几层 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神秘主义式的对待祷告 但是其实祷告是 祷告是一个很俗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让你们能够理解 这个祷告到底是什么 祷告就是乞讨 因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 祷告是一个专用的基督教的宗教名词 但是其实这个词的原文 原意就是pray 你就是祈求 恳求 像一个乞丐一样在街边去乞讨的那个状态 所以路德在他死之前 他说我们都是乞丐 这是真的 每一个基督徒的最终极的状态 你说灵性的高峰是什么 灵性的高峰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乞丐 你在那位永恒的造物主面前 什么都不是 你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祈求 这是祷告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们先去给大家去塑造大家 怎么去看这祷告 有的时候你当基督徒时间长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哎呀 我这个祷告生活比较贫乏呀 对吧 是不是每天也不祷告 对吧 就是感觉很羞愧呀 对吧 有没有就是专门一些书 教你怎么操练这个祷告啊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祷告推向一种 就是的确它是一种属灵操练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祷告 就当做是一种练功一样 这个功力几级 哦 他每天祷告20分钟 他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哇 这个不得了 对吧 就是感觉是有这个功力更深的 但是刚才我提到祷告是乞讨 祷告 这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 为什么26条花这么长时间 因为神学上历代的教会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拉丁文叫做 Lix Olandi Lix Cledendi 然后有的时候会加上另外一个 Lix Vivendi 什么意思呢 The law of prayer What you pray What you say is the law of what you believe is the law of how you live 你祷告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 背后的这些思想这些原则 就是你的信仰的内容 你信仰的内容 就是指导着你如何生活的内容 所以从你的祷告 能够看到你的信仰 你的教义 从你的教义 能够看到你怎么生活 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26条花这么大篇幅 去讲怎么祷告 我们的孩子保药理问答 之前你们也学习过 对吧 你们提到说 祷告是基督徒感恩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可能你从来没有这么意识过祷告 可能你会觉得祷告就是 对吧 没事的时候 等我闲下来的时候 等我把其他重要的事情 都处理完了之后 剩点时间 对吧 我的边缘化的时间 我去祷告 这是错误的 我们需要把最好的时间 给上帝 你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 在历史上形成这样的一个 祷告的一个习惯 一个规律 在每一天的 每一个时刻的转换 的那个起点的时候 开始祷告 比如说天 太阳升起的时候 祷告 当这一天白天开始 这个后来被穆斯林学去了 所以现在穆斯林都是 你看穆斯林 不管是干啥 上班啊 还是怎么着 一到点 啪 一个 卡跪下来 就开始祷告 对吧 穆斯林跟谁学的 穆斯林是跟古代的基督徒学的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 都忘记 我们觉得 上班那个事更重要 对吧 我不可能为了 向上帝祷告而暂停 其他的事 但是我可以为了工作 而暂停 向上帝祷告 所以这叫本末道之 所以穆斯林学会了 什么就是正确的次序 当然他们做有点 这个律法主义式的做法 但是总的背后的原则是这样 刚才我提到 祷告是祈祷 对吧 祷告是祈求 圣经里面用这个翻译过来 有的时候叫祈求 祈求 那我接下来还要说一个 比较令你们震惊的事情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在表明 我们自己不是主宰 而在表明我们在依赖 在我们之外的另外一个更高 更有权柄的力量 所以祷告是行动主义者们眼中 最没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activist 你是一个行动主义者 美国人都是行动主义者 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大事 要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strategy 下一步怎么怎么办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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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来讲 行动主义 当然就是 你该行动也要行动 但是祷告对于行动主义者来说 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他们觉得祷告什么也没做 对吧 所以 但是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 是最重要的 是最切实实际的一个东西 祷告是在宣告上帝的真实 祷告是在宣告上帝真实的参与到这个受到界当中 所以 这个也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在操练的一个事情 属灵的操练 你知道牧师的属灵操练是什么吗 就是我把教会里面现在我需要祷告的事情 我想到的人 我想到的你们的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需求 我把它一个一个小纸写下来 然后我贴在墙上 我贴了一整墙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我是不是在牧师的祷告清单里不知道 我贴了满满的一墙 一个一个一个小白纸 当我看到 当我最后把大家的需求都想过一遍之后 然后我面对这个墙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事实 那就是我需要祷告 因为我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 解决你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我必须倚靠上帝 而真正牧养你们的 不是我 而是你们的上帝 所以我需要把你们各样的需求 带到这位真实的 参与到你们的生活当中的上帝面前 我能为你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 所以你才明白 当使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要案例直视 他们说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管饭食的问题 我们需要专心于什么 祈祷和传道的事情 我觉得使徒们是不是有点偷懒呢 使徒们不是行动主义者 使徒们不是做点实事 给这方三千多人没饭吃 对吧 就做点实事嘛 使徒说有做实事的 有需要做处理这些 一些物质生活上的这些事情 执事需要案例 需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但你知道使徒们每天都干嘛吗 花五六个小时为三千人导标 咱们教会才多少人 咱们教会正式成员可能五十多人 不到六十人 我已经贴了一整墙的纸了 你要想想两百人的教会 这牧师家的墙不够用了 对吧 我有的时候甚至想不起来 对吧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一个的 对吧 去提名为你们祷告 这是我很羞愧的一件事情 你想如果一个牧师 他可以每天为自己会众的需求 提名祷告 每一个提名祷告 可能我一上午的时间就没有了 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开始 我去准备讲道 去查资料 去晋升我的神学 去看八门课 这个教义学之前 我一天的开始是这样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 当你意识到 你无法改变这个人的状况 你无法改变这个人的心 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学会跪下来祷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是最能够那个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 你真的去传福音 你真的去传福音 你真的给一个非信徒 真的好好的传福音 不是那种就是瞎胡闹 就是勾引人家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勾引人家 你真的切切实实的给他传福音 你告诉他福音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看到他的对福音的这种排斥和拒绝 这种想方设法的告诉他 这个是对的 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耶稣基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 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耶稣基督 他为你复活 这些事情 所有使徒心经里面宣告的这些事实 你想让他相信其中任何一条 都是你自己做不到的 你给他传了一天两个小时 口干舌燥的对吧 然后第二天又去 又传了两个小时 又口干舌燥的 然后最后传了他都急眼了 他都不耐烦 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了 然后你再想起来 算了吧 我也不跟他传了 我就为你祷告吧 我已经为你做不了什么 那我只能为你祷告了 你们注意听这句话 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就只能为你祷告了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这句话的问题是他祷告晚了 他认为说 上帝你先等一等 我先来 我行动主义者 我先来 我用我的聪明智慧 我用我的这个世界的观察 我用我的这种博才的口才 我来试图说服他 我用我的说服力 来试图赢得 我要为上帝赢得这个灵魂 然后就我 等你真的传福音的时候 你发现 你为上帝赢不了任何灵魂 然后你说 反了 在我现在说第一句话之前 我就应该先为他祷告 在我跟他传福音 说第一句话之前 我为什么没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我是个行动主义者 我是个现代的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行动主义者 就这么简单 我也是这样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是 拿出来手机 看看我今天的schedule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是不是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手机闹钟 响了之后 啊 关掉 看看今天有什么schedule 错了 你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先在床上跪下来 祷告 感谢上帝 给你这口气 让你还能活在这个地上 给你健康的身 你早上起来 没发现自己中风了 你早上起来 没发现 你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 你早上起来 还是活蹦乱跳的 还能呼吸 还有生命 还有正常的思维的能力 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先为这些事情感恩 然后再以这样的心态 再去开始一天的生活 你会发现 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接下来再说一个事 就祷告 刚才我们提到 祷告是乞丐在祈求 祷告是 意识到我们不是 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宰 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 做任何的 我们不是行动主义者 祷告另外一个层面 宣告了另外一个 国度的真实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在向另外一个国度的君王 在祷告 你是在宣布 你是在宣布 你的效忠的对象 到底是谁 所以有一本书 这个书的作者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到祷告 上帝子民的使命 讲到祷告 他这样说 他说 Prayer 我先读英文吧 就是很短一段 然后我再翻译过来 Prayer is to say There is a higher throne Prayer appeals to a higher authority Prayer is in short a political act It affirms that all human political power is subordinate not ultimate relative not absolute to be obeyed so long as it is consistent with obedience to the living God 他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他说 你的祷告 Prayer is a political act 祷告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 政治性的行动 什么意思呢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是在宣告 在天上有一个宝座 祷告的另外一个英文的词 叫做Petition 这个叫做Petition Petition是啥意思 你们有谁做过Petition吗 在美国 对 你移民的时候一定做过Petition 你在向美国的政府 再发一个Petition 你们所有 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都是移民过来的 或者是绿卡 或者怎么样的 全部都做过这个Petition 你在向美国的Cord 或者是美国的政府 再发一个Petition Petition是请愿的意思 请求 比如说在中国 有这个什么上访 信访 就是这个Petition 你把你的诉求 你把你的 你需要 你靠自己的能力 无法做到 你需要另外一个 比你更高的权柄的人 来帮助你实现的 一个诉愿 一个请求 去实现的这个请求 就叫做Petition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祷告 祷告是你向上帝 发出的请愿 还记得耶稣用那个比喻 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一个寡妇 有一个冤案 然后她不停地去敲 那个不公义的关的门 那就是Petition 她就是请愿 就是上访 说白了 就是过去敲这个门 不停地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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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公义的关 就是反正她也不太在乎 也不管这个公义 对吧 但是她不耐烦了 她说好吧 算了 我就帮你办了吧 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 来教导我们说 你们祷告 不要灰心 就连这个不公义的关 最后都帮她 把这事办了 对吧 何况你的天父 是公义 最公义的君王 她一定会按照她的旨意 来实行公义在地上 所以这是Petition 所以祷告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含义 祷告是在表明 上帝的权柄 超越一切人类的权柄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在向这个地上的君王 在请愿 我们不是向这个 美国政府在请愿 我们是在向天国的君王请愿 OK 这个是为什么 我就是前言 这都只是前言 我还没有实际的碰触到 第26条的这个实质的内容 就是让大家了解 到底祷告的含义 到底是为什么26条 花了这么长的篇幅 去谈这个祷告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26条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信条的内容 26条上来说 我们相信 我们怎么样 他说什么 首先说什么 我们相信怎么着 我们无法接近上帝 这个 你说谈祷告上来先告诉你说 你无法接近上帝 这个我们首先要来谈的是 祷告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一位中宝 今天你会在很多的宗教当中 看到这种祈祷的行为 对吧 比如说 印度教啊 佛教啊 什么就是都有这些祈祷的行为 包括无神论者也会祈祷 为汶川祈福 不知道向谁祈福 到底是你跟谁起啊 对吧 反正就是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是一种误解 就是把祈祷当作是表达自己美好心愿的一种方式 很多基督徒祷告也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祷告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把祷告当作是 闭着眼睛教导另外一个人的方式 主啊 求你让他知道这个 主啊 求你让他真的知道自己的罪吧 当着他的面 闭着眼睛教导他 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式就是把祷告当作是 一种自我心愿的表达 我就祝你生日快乐 就是有点这种美好的祝福 但是这两种都不是祷告的正确定义 祷告正确定义上我刚才提到的 一个是祈求乞讨 就是向一个在你之上的权柄去请愿 这个是祷告 那我们的祷告之所以成为可能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忠保 因此他首先上来宣告说 我们无法接近上帝 今天我们陷入到了一种错误 就是认为 什么人都可以接近上帝 所有的宗教都能够接近上帝 佛教徒也用他们的方式接近上帝 伊斯兰教徒也用他们的方式接近上帝 甚至无神论者都能用他们的方式接近上帝 只不过佛教徒是按照那种方式的 方式不一样 但是最终我们都是接近上帝的 别人现在说错 全人类无法接近上帝 这是首先我们宣告的 人类为什么无法接近上帝 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个是无法接近的 这是现代人对上帝的认识 凭啥你想接近就接近 你连小区的区委会都接近不了 你还想接近上帝 你连市长都接近不了 但是在美国你是有权利 可以直接去走到市长办公室 他必须接近你 但是很多的地方 你去英国 英国女王都不能随随便便地接近 你想要接近上帝 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会有 如此大的勇气和信心说 我们只要我心向善 只要我喜欢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我就能接近上帝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种自信 别人想说你无法接近上帝 为什么 原因在于第一我们有限 第二我们有罪 上帝全能的永存的 自存永存的 永恒的 无限的创造主 他的荣耀是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中 还记得圣经说上帝是住在人不可以靠近的光中 所以上帝的荣耀和他的无限 对比我们的有限 我们的是受造物 我们是卑微的 我们不过是尘土 所以这种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种距离 是极其 极其浩大的 使得你无法 说你可以随便的靠近上帝 你是谁 你跳高 顶多跳 跳不过两米 你还跳到上帝那 就没有办法 但是比这个更重要 比这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有罪 但是在26条这两点都提到了 在第二段他提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接近 是除非靠着中保耶稣基督 那中保他提到 我们能靠着耶稣基督接近上帝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神人二性 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处理的是人性的有限 所以他把我们有限的人性 纳入到他自己的神性位格里 使得人可以与上帝相近 人与上帝相近 不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 蹦到天上去 所以圣语说 耶稣说 除了从天而降依旧在天的人 没有人升到天上去 保罗说 你们不要说 我们要升到天上去 去寻找上帝 还是降到地底下去寻找 这道离你并不远 所以人是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跨越人跟神之间的鸿沟的 这是无法从人自发的产生的 而必须是无限的上帝 来辅救有限的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 如果一个是无限者 一个是有限者 他俩咋能碰到一块 必须是无限者才去主动 对不对 因为他是无限的 有限的就在那了 有限的就被控制在那 就被限制在那了 所以必须是无限者来辅救有限者 而不是有限者 某种程度上跨越自己的有限 去跑到无限者那去 所以这是道成肉身 但是26条也提到了 在后面他提到就是 当上帝 倒数第二段说 当上帝赐给我们中宝的时候 他非常明白我们乃是罪人 所以道成肉身 出于有限 那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当中 所做的赎罪祭 是处理的我们的有罪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十字架 十字架上的这个代赎 是处理的我们的有罪 因此这种人与神之间的阻碍 就产生了我们一个需求 那就是我们需要在神跟人之间 神跟人之间 需要有中宝 这里面比例信条 中文是我的失误 他其实用了两个词 但是我只翻译出了一个 所以你们可以谴责我 这里面用了两个词 一个词叫做中宝 mediator 另外一个词 你可以写上 叫做 这个词不太好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代求者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辩护者 英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advocate 但是我就讲完这两个词 咱们就结束今天 我现在来详细讲解一下 这两个词到底是啥意思 中宝这个词 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Methe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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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的是在两者之间 搭一个桥的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连接两者的意思 如果两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它会帮助化解 这个不同的意见 然后最终达成共识 那这个中宝的概念 在现代社会里面 一个很好的形象 就是房屋中介 房产中介 你买房子的时候 一个买方 一个卖方 中间夹一个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帮助你俩达成一致的 你是买方 你想低点 它是卖方 它想高点 最后咱们就 meet in the middle 对吧 它帮你make a deal 这个 但是不是特别形象的 但是这个让你知道 是啥意思 中宝 在中间做宝的这个 那 要是中宝 这指的是在神人两者中间 做调和的工作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词 叫advocate advocate这个词 其实在希腊文里面 叫做paraclete parac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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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词不太好翻译 paraclete是啥意思呢 para是在一个人旁边的意思 cletos是呼求的意思 呼叫的意思 或者站立的意思 站立的意思 所以在旁边站着的人 在旁边站着的人是啥意思呢 就你上法庭的时候 如果你面对一个法官 你旁边有站在你旁边的另外一个人 来替你向这个法官 来陈述你的案件 来帮你辩护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叫paraclete 所以说中文 我把它翻译成辩护者 或者有的时候 就是今天就是律师的工作 paraclete就是律师 他在代替你来为你辩护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个叫做辩护者更好 就是有的时候被翻译成代求者 因为是面对君王 所以是他代替你向他祈求 那了解了这两个画面 你就知道耶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耶稣是在神跟人之间 做这个中间人 对吧 你不能够直接见到上帝 所以你需要一个中间人 而他是不仅仅是帮你来回传话的 他是替你做辩护的 他站在你这边的 他是为你的利益考虑的 你本来不知道 你不懂法律 你可能自己给自己辩护 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对吧 但是他会替你辩护 他为你说话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祭司的工作 旧纽约的祭司就是干这个的 祭司献完祭之后 他要为百姓代求 所以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 按照麦基喜德的等词 做我们的大祭司 他一次永远的献完祭了之后 他就坐在了高天宝座之上 干啥呢 继续为我们代求 这是耶稣现在的工作 所以耶稣的祭司工作从来没有停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耶稣的祭司性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 他的献祭性的工作停止了 一次永远的献完祭了 但是他做祭司的身份没有因此而停止 他还继续的在工作 而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父的右边替你代求 昼夜不住的替你代求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救主 他今天还在为你的救恩在工作 他没有休息 他没有停泄下来 他最主要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他的祈求的工作 代求的工作 还在持续不断的进行 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到来 而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祷告 所以今天的教会才被拖住 今天拖住教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耶稣在天上的祷告 今天拖住你的救恩的是什么 是耶稣在天上为你所献的祷告 今天能够使你不断地继续获得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的益处的 救恩的益处的是什么 是耶稣大祭司的工作在天上继续为你祷告 当你在今天犯罪的时候 耶稣在天上和父啊 求你赦免他吧 因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流血了 涂抹他的罪 当你远离神的时候 耶稣在父面前继续不断地为你祈求 当你陷入到迷惑 当你陷入到疑惑当中 当你陷入到各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代求 所以这一点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 今天你碰到一个弟兄姐妹 甚至你到牧师面前来 你说牧师啊 求你为我祷告一下这个事情吧 你看你在寻找一个代求者 对吧 当你说牧师帮我祷告一下这个事情 你就把牧师是作为一个代求者来对待 但是有时候牧师记性不好 有时候牧师也是有限的 所以可能他突然就忘了 可能他一忘就是忘了好几个月 就一直把你这个事忘到后面 然后当他来到你面前给你道歉 说对不起 我这两个月都没有帮你祷告 求你赦免我 但是你的安慰是什么 你的安慰是 我的耶稣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忘 就算是全世界的 我在这个地上没有找到代求者的话 我在天上有一位代求者 他在昼夜不住地在替我祷告 把我一切的需求带到上帝的面前 哪怕是那些我认为无关紧要的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只会意识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需求的意识是很有限的 有必要 地上的代求者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天上代求者的样子 对吧 所以当你说耶稣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灵魂的大牧人 他在天上 那耶稣在作为我灵魂的大牧人是怎么体现的呢 就是他赐给我在地上的牧者 所以同样的耶稣在天上做我的代求者 怎么具体的体现在这个地上呢 就是他赐给我身边弟兄姐妹 赐给我我的牧师 赐给我我的长老们 来做我的代求者 所以你在地上去寻求弟兄姐妹 或者牧师长老的代求是对的 是正确的 但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但是他们是有限的 他们也会失败 他们也会做错 对 你可以用影像跟实体来解释 对 所以当你对他们感到失望的时候 就是不要陷入到绝望 对吧 按理来说 对吧 教会的牧师应该彰显 耶稣基督作为大牧人的形象 对吧 但是地上的牧师 是不是会经常犯错呢 也会 有没有邪恶的牧师 也有 有没有恶待羊群的牧师 挟制羊群的牧师 有 所以当假如说 你在一间教会受到这种 邪恶的牧师的挟制的时候 受到鼠邻的虐待的时候 不要忘了你真正的牧者 那个大牧人 是耶稣基督 所以 摆脱那个环境 然后继续的 有些人被鼠邻虐待了之后 他就放弃信仰了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兼顾我们信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你说说 对 的确 所以 旧约当中耶和华说 他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见无人带求 无人替另外的人带求 大家都很自私 就只想着自己 还记得吗 无人为我的互相之间带道 在我百姓中间无人带求 于是耶和华自己起来 皮带着这个军装 然后来 来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 OK 所以今天我们只讲这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稍微讲到了 祷告的重要性 祷告到底是什么 祷告不是修炼 对吧 不是 不是打怪升级分装备 对吧 祷告是 祈求 祷告是一个对 一个请愿 祷告是对天国的现实的宣告 然后提到了 祷告之所以成为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中宝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请说 对 所以我说的是对的 你原来听的是错的 就怎样区别 你说的这个人祷告 就是很有力量 这是来自于 异教的神秘主义 对吧 就是好像发功一样 就是发电波 就是异教的神秘主义 你的祷告没有任何的能量 超声波什么的 还有人为了证明这个 给你什么 做一个什么能量图 说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从脑门点上 真是有个能量上到天上去 这都是骗人的 我告诉你 现在王一牧师给你来证明 这都是骗人的 祷告 这个祷告的这个原意 就像耶稣给你举的例子 你们要常常祷告 就像那个寡妇 在不停地敲那个关的门一样 请愿 就是这个 那就只找那一节 很有功效 谁是义人 谁是义人 最 对 我们刚才宣告什么 那个第一段是什么 我们的唯一的中宝和代求者 义者耶稣基督 义人发出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首先第一个 你想到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耶稣基督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所以耶稣在天上为你代求 然后接下来 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 都是义人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 因信心被联合在基督身上的人 都是义人 所以在基督徒中间不区分 如果你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 你会比另外一个人更有义吗 不会 因为你领受都是耶稣基督的义 你们是平等的 所以你的祷告跟他的祷告 都是大有功效的 不存在说 好吧 就是同样是基督徒 但是他比我祷告更有力量 没有 所有的基督徒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所发出来的功效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功效 怎么体现的 有的人认为 说功效就是零 有效 我给你祷告的时候 你癌症好了 我跟你说 我祷告好几个癌症的 做一下宣传的 有需要治病的 来来来 这个事不取决于这个祷告的人 因为如果你意识到 祷告是请愿 那跟请愿的这个人 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祷告是请愿的话 这个事已经不在 这个祈求的人的控制范围内了 他必须祈求另外一个 有权柄能够控制这个事的人 那个是谁 那是上帝 所以最终祷告的结果 是上帝说了算 不是祷告的人说了算 不是说这个人 固定他 只要他祷告就零 不是 我可能为那个人 祷告癌症好了 我可能为这个人 祷告癌症没好 这是上帝决定的 所以我是自己 把买卖给砸了吗 我觉得是非常好 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 还有一点 我说这个律师 也有很厉害的律师 也有比较不行的律师 那女性比较不讲话的律师 他可能就可以达动这个正常 那同样 我的意思是说 算了一个安排长 不取决于这个代导的人 但是如果这个代导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律师了 就是耶稣 所以另外一个会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于律师 对吧 会影响 对 是 对 这是在有限的 有罪的世界里面是这样的 在上帝面前不是这样 上帝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不存在上帝会 会判罚任何的不公义的判罚 所以 所以这个 这种analogy 这种类比 它只能到一个程度 就不能用了 对 另外我要提一点就是 如果说耶稣是最完美的祷告者 然后我就说 耶稣是完美的义人 他的祷告 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上帝没有吹听 这就证明了 不是说只要他祷告就一定领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是 父啊 若你愿意请你将这杯挪去 上帝没有听 感谢上帝没有听耶稣的祷告 你知道吗 做基督徒你要敢说这样话 感谢上帝没有听耶稣 那位完美的义人 在科西玛尼园祷告 不要上十字架 对 还是听了 所以那句话很重要 不是叫我的意思 但是照你的意思 这个很重要 连耶稣都这么祷告 现在谁敢说 宣告怎么着 就一定是怎么着的 这个叫 这个是 僭越冒犯上帝的主权 连圣子上帝在地上祷告都说 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是老几 敢跟上帝说 你必须要这样 完了 我不能多说 多说掉粉 没事 另外一个 我刚刚说的时候 做一个话 就是 行动祭祷告 行动祭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基督徒 听到别人的 我为你祷告 但是他们不做什么 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那句话 我觉得是一个纠正 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嘴巴讲一讲 然后不采取行动 那种祷告就是不是真诚的祷告 真诚的祷告是你真的关于这个人 你知道你自己无能为力 你需要祷告没有错 可是上帝的行 上帝不是光是你嘴巴讲一讲 然后上帝就会行动 他们是借着人而照顾这个事情 这是雅各叔所说的嘛 只是嘴巴说 你愿你平安去吧 然后却不给他吃 不给他衣服穿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基督徒不要常常法 就是说我以祷告的话 随便挂在笔花上 你真的是要为这个人 这个人的 关心这个人 然后你真的是愿意把自己 投入时间 投入金钱 投入什么 任何资源 你要放在这个人身上 然后我为你祷告 这个话才有力量 是 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你看 反过来说是一样的 行动 行动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行动 当你真的为这个人祷告 花时间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也会想到 哦 我可以为他做这个 至少我可以为他做这个 对吧 你从来不想到他 你祷告的时候 不会想到他的时候 你自然也不会为他产生 什么有意义的行动 所以这两者是相互相成的 对 我突然感到特别愧疚 你问了两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的时间够不够 简单的说 对吧 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问了两个好问题 你先说怎么看待公道 你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叫做怎么看待公道 和个人的祷告的区别是什么 对吧 OK 公共祷告和私下祷告是有区别的 像你们从长老会的体系出来的 也知道在公共敬拜指南里面 会有提到公共的祷告和私下祷告 对吧 所以当基督徒私下祷告的时候 他的祷告的内容和他们聚集起来 在公共敬拜当中所做的祷告的内容上 和形式上会有一些略微的差别 当基督徒私下祷告的时候 更多的情况下是为自己的生活 对吧 然后为个人的需求 或者是身边弟兄姐妹的 个人的这种需求祷告 但是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作为有形的教会 在地上彰显出来祷告的时候 公共祷告包含的要素就更广泛了 所以你读 这个怎么体现 提摩泰前后书 教目书信里面 保罗教导提摩泰的祷告 不是他私下祷告 是说他在公共敬拜的时候 第一我劝你要为万人代求 又为在上的君王祷告等等 所以这些祷告 可能你在私下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想到要这样祷告 但是这是圣经命令教会 作为教会整体的时候 要去这样祷告 为国度祷告 为教会的国度的拓展祷告 为在上掌权者祷告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 我们URC的这个祷告文 我们每周诵读的这些祷告文里面的这些元素 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么祷告过 当然也包括公共祷告里面也包括 信徒的这些具体的需求 但是你要想到 如果一间两三百人的教会 如果真的把信徒的需求 一个一个一个都裸列上祷告 那祷告俩有时也祷告不完了 对吧 所以很多的这种需求的祷告 是落在私下的祷告当中进行的 然后教会聚集起来 祷告是比较概括式的 比较国度式的祷告 这是两者的区别 那这两者都重要 这两者都重要 教会的敬拜的祷告 又有一种对话式的 宣读神的话 然后回应的祷告 是个运动的特点的 你如果你把唱歌 也算作是祷告的话 是的 这些很特殊的一种 对 有些起应 比如说我们的敬拜呼召 然后回应的祷告 阿门 对吧 就是包括我们的三圣诵 这些都是祷告 所以祷告是很美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跪下来 嗯 那样 那就是他的 那样 然后你说什么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 你觉得我们花两分钟能讲完吗 我这样吧 就推荐大家去看 加尔文的《基督教药义》里面 谈到进食的问题 这样就是你们 可以给你们一个reference 你们去看加尔文怎么谈进食 然后下周回来检查作业 写一个读书报告怎么样 好吧 这样小龙 下周你来给大家讲讲 加尔文怎么谈进食 OK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道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一次的 我们看到在高天之上 我们的旧主 坐在你宝座的右边 执掌着王权 但是同时他也继续执行着他祭祀的职份 如今正在为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罪人 在献上祷告 说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有这样一位完美的中宝和代求者 就是那位完美的义人耶稣基督 主要你是听义人祷告的上帝 因此求你也垂听我们的救主 在你面前 为我们每个人所献上的代求 也求你垂听我们这些罪人 在地上彼此的代求 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靠他的名 因此我们祈求你 继续地来带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继续带领我们所有 在生活上有各样需求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是身体上有正在经历病痛的 在心灵上承受痛苦的 求你亲自地与他们同在 求你刚强我们的信心 教我们知道 我们再生再死 我们在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 而是属于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 而他要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的日子 所以求你继续地兼顾你自己的教会 在这个地上继续做你美好的见证 来传扬你的福音 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回到救恩的正路上 也保守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成员在 这个世上的呼召 求你给我们忠心 给我们耐心 让我们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 我们这样的祈求 就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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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